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花莲县体育会所办理的110年 花莲县基层体育团体表扬大会的活动7号举办 县长徐真伟特别到场表扬了机育的单位 也感谢所有人员对花莲基层体育所奉献出的心力 为了表彰花莲县基内体育单项团体机育选手 花莲县体育会7号上午在永峰餐厅办理110年 花莲县体育基层团体表扬大会活动 现在徐真伟在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劳动的陪同之下 再次出席之一 表扬体育纪录有工人员 县长进签为选手们共襄胜举 县员李秋旺 迪不时依赖李正文也到场宣上祝福 各项单项委员会 这位真的希望大家能让他动起来 每一个委员会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在推动基础的体力运动 我们希望让各代项都能罢光发亮 这位也要谢谢我们的无乱自行车 或者是高尔夫球 我们汪朱卫 自行车是我们的 那个样样的那个 第一位有来吗 有有有 哦 是 我要谢谢 黄带清主委 我们在这几年推动打远打准 全国都是有名的 我们是不是给高尔夫球委员会掌声好不好 而且中华民国王振松理事长 高尔夫球协会王振松理事长 捐给花莲县政府一千七百 一千四百七十根 我们的球肝 要培育花莲的孩子 各项体力单向 我们都加油 这位再次感谢大家 还有另外 我们明年要奔什么 全中议 对不对 我们让我们的选手 在地比赛 发挥最好的成绩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在这里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感谢大家 谢谢 去众位感谢所有深耕地方 资历推动花莲体育赛事的有工人员 花莲的体育人才在国际体坛发光发热 明年度将办理全民中等运动会 以示到花莲 县佛镇锦罗密鼓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网上的运动场馆设施 欢迎全台湾的游客造访花莲运动 旅游 大口声呼吸 花莲大山大海之美 记得就用 黄泽老 大口声呼吸